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三万点不是随便说说的 到底我是从什么角度看到三万点这件事情 把握行情很简单 只要掌握自尽的流向 赚钱始终信仰要实现不难 现在你要进场 中场先回大涨 谁说正当会让人迷茫 别人不敢买 我们要勇敢去闯 没有错 回归到我们这几天所讲的重点 资金流向 整个资金的浪潮现在已经势不可挡了 现在这个浪潮已经可以让台股的成交量 每天都是四千亿以上 已经可以让台股天天都在创新高 对吧 从9月初到现在台股已经大涨了超过2100点了 从9月初到现在而已 没有多久 9月低点到今天这个高点 已经上涨超过2100点 你直到现在还空手着 会不会有一点垂心肝的感觉 怎么没有买 大家现在都在讲嘛 外资真善变 不是月初才在那边那个 史上最大单日卖超 怎么现在 我通通回来了 台股创高了 我当初是有提醒你的 我当初是有提醒你的 来各位 回顾一下 就在台股2024年9月4号 单日卖超1007亿之后 我帮你统计了 对不对 历年来台股史诗级卖超后的行情变化 你会发现每次外资只要大卖超 迅速落底开始涨 大卖超迅速落底开始涨 好那这一次当然 9月4号的隔天 我马上帮你做了这个统计 然后告诉你什么 我说有时候呢 置之死地可能就要满血 复活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资金准备好 准备超底 9月5号那天 来9月5号在哪里 这天 9月5号那天 我告诉你 资金准备好 来超底了啦 所以我说有时候你真的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测法人的想法 外资想的跟你不一样 那外资的想法你当然要听我的啊 因为外资出生的分析是才能最懂外资嘛 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的脉 眼前的黑不是黑 外资的脉不一定是空 好吗 史诗级卖超之后 通常都是涨的 好不好 所以我是不是需要因为昨天外资空单又看到三万七千口 又开始自己下自己 没必要 好不好 完全没必要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 我刚开场的时候讲到说台股会再涨八千点 真的是假 因为这几天我们都在讲资金浪潮这回事 第四季是旺季 这大家已经知道了 没什么好提的 可是重点是什么 旺季再加上资金 这就不得了了 旺季加资金这就不得了了 今天我们不都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来 资金狂潮来袭 最强第四季即将启动 真的吗 有哪些资金狂潮呢 各位 我帮你汇成出了这个五大狂潮 好不好 五个风狗浪席卷而来 第一点 降息循环启动 我跟你讲 光降息效应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光降息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且现在呢 才刚刚开始 九月才开始降息 第一次的降息 年底前还有两码到三码 对吧 那降息的威力有多大 你就想想看 上一波的降息造就多少的荣景 当全球冗造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之下 结果呢 全球股市都在创新高 这不就是因为降息 因为钱满为患的原因吗 那今年呢 不止降息啊 各位你看后面 还有什么台商资金回流 这边我有特别标注哦 我特别标注有什么 预计大约是每年四千五百亿 不是total四千五百亿哦 是每年四千五百亿哦 因为这个部分是陆续解禁的 台商资金是陆续解禁的 可是资金效益 每年四千五百亿 就是这么大 然后呢 央行打房对不对 第七波哇下重手 有人说他是下毒手 金融海啸来了哦 我们扬金融海啸来了 房市资金入股 预估会影响到的这个资金 大约是三千七百多亿 大约是三千七百多亿 而且前几年啊 是只有降息 疫情期间只有降息嘛 可是钱可能会往股市跑 也会往房市走 现在这一块我给你控制住 我给你钱制住了 资金在股市的聚焦效应 就会更强 房市里不准去 而且呢你还得回流 还得流出来 那股市聚焦效应就会更强 好那再来这个 人行的旧市大猛药 真的是超级大补铁的 好不好 四点五兆 整整四点五兆 大概一兆人民币左右 台币四点五兆 最近入股也好强好强 就连这个习主席 都直接下达指示了嘛 我们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要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虽然这跟台股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性 可是我们看最后一个 外资大中华买盘 又来一个不可限量 降息这当然是不可限量嘛 这资金洪水猛兽 你没有办法去估量了 外资的大中华买盘也不可限量 莫非又是几千亿几兆等级的吗 我跟你讲这什么玩意儿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金融指数吗 不是金融海啸 不是洋金融海啸 也是金融 金融 Dragon龙 金融指数 MSCI金融指数 我们来看 来 长荣金也不错 台积电 连续几天创新高 重点是什么 为什么礼拜三的台积电 跳空大涨上千元 没有任何利多 跳空大涨 为什么因为MSCI的金融指数 金融指数就是以中概股为主的MSCI指数 那因为它是中概股为主 当然就会因为中国大陆振兴经济而大涨 偏偏里面权重最大的是台积电 对所以台积电就跳空大涨了 台积电就跳空大涨 那这就很妙了 我昨天就讲了嘛 这个老外的角度 我谁管你入股港股还台股 反正你们就是微微的大中华 那同样的概念 因为中国大陆振兴经济的举措 会让原本已经离开的外资 重新回国 其实我在去年也有讲到 今天应该也有讲到 不论是香港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其实外资陆续都在出走 我以前在 有一些港资的朋友 台湾派过去的这些港资的朋友 因为他小孩他就会念国际学校 以前国际学校一味难求 现在没有了 他还希望你来念 表示说外资出走差不多 好 那原本已经离开的外资 就会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振兴经济的举措 重新回国 那你说会不会全都回来 这不一定 可是部分回国一定没有问题 你找了这么多 你部分回国 这个资金已经不容小觑了 而且重点来 当外资资金要重新回国到 微微的大中华 回归到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时候 台股是不是也会因此受惠 因为陆港台都属于大中华地区 今天他推了一个振兴经济政策 导致外资金要回流 台股是会因此受惠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一波外资的一个 来一二三四五六 到昨天为止连续六天的买超 而且每天都是百亿起跳的 周买超 是基于这样的概念而回来的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而且外资到底会回流多少资金 这个真的 就用四个字来讲 不可限量 不可限量 所以你看 我们先不算这些 不可限量的 真正很大条的这些资金 你光是看得到的 可预估的 我就讲第二条跟第三条就好了 四千五加三千七 已经八千亿了 已经八千亿了 八千亿资金 台股涨个八千点过分吗 那涨个八千点 来从今天 两万 两千八百二十二点 涨八千点 台股到三万点 甚至到三万一千点 都不是没机会 不是吗 那行情是OK了 可是 十月初 却会有两个台股短线上的变数 不能不注意 等等我们继续讨论 休息一下 十月初会有什么短线上的变数呢 第一个是十月的一号 十月一号 美国要公布制造业指数 重点 不能衰退 制造业指数的重点是 不能衰退 否则市场又会出现 经济硬着陆的这种担忧了 那再来十月四号要公布 非农就业数据和失业率 这当然已经是 最近几个月 我们一再提醒的重点事项 由于这几个数据都会影响到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所以非常重要 因此呢 这个台股跟美股呢 现在也是会屏息一带在这个部分 可是不论是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到 多头的架构都已经建构完毕了 台股当然是已经站上季线连续四天 美股的部分我们也来看 来各位 这样看就好了 来各位 道琼 是已经先创历史新高了 S&P500也是一样嘛 NASDAQ呢 WD已经建构完成了 对吧 其实它走得比台股更强啊 因为它站上季线更多天 对吧 费半 费半算是最弱的 好吧 可是呢 再怎么弱 昨晚也站上季线了 所以整个多头的行情已经建构完成 因此这两个三个数据 顶多会成为 多头行情中的小小插曲 不会影响到长远的展望 而且万一制造业指数和非农 开出来很好怎么办 直接喷啊 所以为什么要等 真的不要等 好不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股票咯 来各股部分 长荣 这个是我们快打部队的标的 快打部队我们今天又有出厂了三档股票 昨天卖三档今天卖三档 等一下跟大家讲 长荣今天续创 收盘价的一个波段新高 什么叫做 影响力的分析师 能够让大象也跳舞 大牛会跳舞 大象也会跳舞 很多人质疑说 你挑这个什么 万序全球传统这种股票 太小了 就算让你拉涨停又怎么样 那很简单啊 我买乔帽给你看 有价有亮涨知名度 你再不相信 我买长荣给你看 台股全资排名第19 你没话说了吧 好不好我们连这种股票都能够赚钱 快打部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来鸿海 今天呢也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194元 那我说过了 鸿海的部分呢 160多 160多 170多 通通通都是买点 因为它的目标价至少应该看到 225元 好不好 明年15块的EPS预估 以及15倍的本益比 225元是它基本目标 台积电呢 今天跟着台股一样 开高走低 但是最后 依然啦 勉勉强强的把千元关卡守住 那我说过啦 短线其实我们950就出了 可是长线呢 我们的目标是看到1200块 可是台积电你不要用太过短线 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它 好不好 你能够接受放半年 一年以上的1200块 绝对有机会看得到 好不好 更何况现在还有金融指数的加持 我们上段讲的嘛 而且台积电原本明年预估的EPS 是50块 50到52 现在是有可能再上修的 是有可能再上修的 据我外资的朋友这边传出啦 台积电明年度的EPS 有机会从52再上修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那昨天快打部队 我们卖了三档股票 我们直接来看 好 看这边 因为现在卖的股票越来越多 我们分两列了 昨天9月26号 我们卖的是天虹 汉磊以及君豪 今天我们再卖出三档 那昨天卖的我们先看 直接卖的是6937的天虹 我们卖在303到305 其实卖的蛮漂亮 昨天就已经卖出上影线了 今天其实又往下杀 其实卖的很漂亮 汉磊 来 各位 汉磊这边都是横盘整理 我觉得缺乏动能 所以我们最后是小亏出场的 我们最后是小亏出场的 君豪 你看他这边都走平的嘛 你知道这也几乎都没赚钱 也几乎都没赚钱 所以看一下我们 汉磊负1.75 君豪赚1.4 这有赚跟没赚一样 几乎都没赚钱 那今天我们再卖出的是 原项 万润以及 旺系 好 先看一下 原项呢 连续两天走强 好像高档 有一些些顿化了 最后来到282之后呢 好像有点 预振乏力 原项我们在今天 把它做获利出场 这获利就还不错 报酬还不错 原项大概有 我上次操作时间有稍微长一点点 两个多礼拜 可是有21个百分点 还不错 一样 有图有真相 这个要让大家看一下的 9月11号 快打六法 强势骨弓击段 来 各位 为什么11号进场 突破前一天的高点嘛 突破前一天高点 226进去 带量的强势骨弓击段就来了 好不好 有图有真相 好 卖的第二档呢 万润 这一样 高档有一些 这个动能的减缓了 好不好 493之后呢 不知道是500整数关卡 不会一次过 这老朋友了 可是我们一样看一下 来 各位 9月6号 我说 其实这个我们是长线也做 短线也做 2026年 公不应求万润的部分 对吧 拉回月线的 关键支撑 好 所以呢 万润的部分 关键支撑买 这边买 短线的超速是这个样子 可是惠特 我们还没有动作 惠特还没有动作 还是续报中 然后第三一档 旺系 旺系我们是在9月的4号 跟大家报告 对不对 一样拉回 月线 关键支撑 对吧 9月4号节目 你自己对照 9月4号 中式logo 时间都压在这边 后续我们可以留意的标的 月线 关键支撑 可以来快打一下 当天最低点呢 来这边700块 你这样看700块 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其实它真的是 这一个波段的最低点 只是说股价好像就是 冲不太上去 就冲不太上去 今天我们就把它先行作 获利出场 其实我们是小赚 可是没有赚很多 因为我们不可能买到 最低点700块 大概就是720到770 这个左右 一只涨停满都赚不到 一只涨都赚不到 不过对大家 比较不好意思的是 因为这档股票 本来说它很有机会 成为投信的作账标的 我说那我们来拼个1000块 可是因为这几天 投信的态度 就开始有一些 转趋保守 甚至有出现连三迈的状况 安全起见 我觉得至少 短线部分要先出场 因为我们快打部队的宗旨 本来就是 对不对 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精华部分赚起来 有一点风险 我们宁可不冒风险 所以说快打部队 这个旺旭的部分 先行出场 所以说现在月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快要来看一下 总结了 快打部队第一个 我说原先我们目标 是抓300% 对不对 那很荣幸的 我们达到了第一个目标 今天已经来到 327.7个百分点 可后来我说 我们看到250%的时候 我就说300%太容易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至少到350% 我们还有一个交易日 我们会再加码进 我要再次重申 我不会告诉你说 你加入快打部队之后 你的资金可以翻三倍 因为300%翻三倍 不会 这讲法绝对是错误的 我不会跟你玩话术 所以我要讲清楚 这个绩效 327.7的这一个绩效 不会是你资金的总报酬 我们要讲清楚 好不好 假设你资金是100万 我认为你要赚到 600万以上没有问题 可是你不会是赚3000万 因为你就当作你的资金 分五等份 每一档股票 你就是买200万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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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发现 那我200万赚39% 200万赚7% 200万赚7% 200万赚6% 200万赚18% 可是我总资金是1000万 这就没有瑕疵了吧 但是我的这个绩效 我是用200万来算 但是我总资金是1000万 这样就没有瑕疵了吧 然后我们的表格 这里没有担心 真材实料 对不对 我就说了 时间然后可实现活力 我都列给你 每一档的进也好 出也好 当然我不一定讲说 我们今天买多少买 这种 我不会讲得这么的detail 可是只要你有加入我的 你天天看我节目 或者你有交度的like 你一定会看到 我们公开分享的记录 甚至是我们盘中 操作的一个轨迹 我又讲了 老头顾最喜欢怎么样 关起门来骗鸡笑 今天我看到拿档股票 涨停创新高 突然告诉你 上礼拜 我有买 我已经赚多少了 我不玩这种下流的游戏 好不好 所以操作面 我们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来检视 原定的300%的一个目标 今天已经达标 1000万资金 你要赚600万以上 相信也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说过 现在来讲 因为台股已经算是 稳稳的在季限之上了 这个已经不是这种 什么震荡行情 多空不明的这个阶段 所以在操作策略上 我们就会有所调整 我们又会有所调整 因为市场风险已经降低了 市场的追价力道 也比较强了 就不一定 绝对要进行快进快出 那我们现在会开始进行 一些比较适合 波段操作的股票 所以比例上我会调整 比例上我会调整 可是你不用担心 只要跟着我 我就会给你最适当的操作策略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 台股它其实 也就这几天的事 对不对 你说9月份我们这样看 它也就是这几天 才真的冲上来 对吧 可是整个上半月 整个上半月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阶段 其实还是很闷的 台股还是很闷的 可是我们透过 调整为快进快出 这样子的操作策略 我们依然能够在震荡行情下 创造出300%以上的获利 这种打败大盘 也打败任何一档 单一个股的成绩 对吧 我就讲 你觉得我的300多% 好像有瑕疵 那你去找一档 能够这300多块的股票来 所以有很多 数字我们会解释得非常清楚 好不好 既然我们在震荡行情当中 我们能够创造到 这样子的夹击 现在多头行情一来 我们当然就是如虎天翼了 对吧 好 最近我也听到 不少的网友 他会跟我说 因为你是分析师 对吧 因为你是分析师 你操作得很有经验 我们一般散户 哪有办法像你这样 一下快一下慢 不可能有那种化罪 跟当韩国外飘涨的超能力 这讲得有道理 这讲得有道理 可是我送大家一句话 来 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实用 优秀不需要与生俱来 只要懂得借力实力 优秀不需要与生俱来 只要懂得借力实力 我们放了这个插图 这位是刘邦 汉朝的开国君主 他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论这个 我直接讲白话 论出门画策 我不如张良 无不如子房 对吧 治理国家 管理人民 什么良想 什么的 我不如萧和 带兵打仗 我不如韩信 可是这三个人 能够为我所用 所以我得以得天下 对 这三个都很强 在各个领域 都是很强大的人 我都不如他们 可是因为我善用这三个人 所以最后他得到天下了 这也是我常说的 你就让专业回归专业 你不想去法廊 然后看着镜子 这边剪头发 自己剪头发 你会剪得比较好吗 剪得比较好吗 以前我就这样子 我会觉得说 没有 我觉得你法师都剪得不好 我自己剪 剪得跟狗肯的一样 或者你不想去保养场 你自己加机油 自己保养车子 你确定不会把车子弄坏吗 你不需要去花费你的时间精神 说不定你不是商科出身的 我是学这个 学这个的 跟商科完全不相干 你还要去看财报 去看会计报表 多累啊 多累啊 其实操作要快要慢 什么股票该买该卖 你就让专业回归专业 好不好 再次强调 优秀不需要与生俱来 只要你懂得借力实力 聪明的人就会懂得借力实力 好不好 那一样 快打部队活力全开 这个图片呢 我们就放在这边 我们的进场出场时间 以及可实现的获利 我们也都公开的 让大家来做一个检视 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 或者是有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欢迎你可以对照时间 去看我们这几集的节目也好 我们的发过的文章也好 你都看得到我们操作的一个痕迹 从高峰伊利店 富士达 万旭 优群 红硕 台积电 连台积电我们都做短线 到加折大量 大量是我们就卖飞了 可是我们一样把它列在上面 好不好 24%我们赚下来 后面它又喷了40% 没办法 没有赚就没有赚 但是我们误求的就是真实两个字 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快打部队 诉求就是风险极低 我们把风险压到最低 我们透过把持股时间的压缩 让风险是极小化 我们只把精华能赚到就好了 所以有一些股票 我们没有从头吃到尾 训得后面也创新到 可是没有关系 我真实的让你看到 我们操作的轨迹 真实的让你看到说 我们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透过快打部队 这种快进快出的操作方式 能赚到多少获利 可是重点是 现在你不见得要快进快出 因为台股多头行情已经来了 台股最强的资金浪潮已经来了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那一样 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可以透过我的LINE 小小鼠打拨16888 线上询问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